超級小英雄 Sula 來到我們科學實驗的時間了 喜不喜歡 超喜歡 超喜歡 我旁邊這就是我們的小幫手 Ip哥哥 那這是我們小幫手Daniel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Penny老師 你好 Penny老師 今天要做什麼呢 好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 跟聲音有關的實驗 聲音 對 其實我們在講話的過程中 你現在聽得到我的聲音 是因為 我的聲帶震動了我們身邊的空氣 然後也震動到了你的耳朵裡 所以你聽得到我的聲音 不是 因為我有耳朵的時候 我就聽得到嗎 如果我們到太空去 這個時候沒有空氣的時候 我叫再怎麼大聲 都是聽不到的 真的喔 你就聽不到 所以不是說我到了太空 我就變啞巴 我就失聲 不是 不是 是因為中間沒有空氣 來傳遞我們這個震動 所以我就變成 喔 對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一直在講 可是卻聽不到 對 所以太空的人說話的時候 都會摸 我們是用無線電 真的喔 太咬雞了 是的 不能比手畫腳 沒有辦法 對 可能它的東西裝備很多 對 我為了要證明這個實驗 我剛剛說我們發出聲音 其實是會讓空氣震動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 我們來做一個 一個小毛毛蟲 然後我們對著這個瓶子裡面講話 好 大聲講話 那我們看看這個毛毛蟲呢 會不會動 它會有什麼反應 來 這個時候我們給音量比較大 安格格來試試看 你對著裡面一直講話 說可安姐姐好漂亮 要很大聲 很大聲喔 會不會大喔 可以 可以 一定要對這個洞裡面喔 對 好可愛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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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再一次 再一次 thor 這是存互的耶 你知道 你剛才笑的時候 你上面的那個小蛇 還是那個 龍蟲 一直到的 鬍子一直在轉圈圈耶 對 因為是有震動的關係 所以它才會轉 但是我以為是因為我們講話空氣進去了它就動了 對 我們講話然後讓空氣產生震動 對 所以其實我們這裡面是有空氣的 對 那這個毛毛蟲其實很簡單 首先其實你可以拿一個毛根 然後你自己畫一隻毛毛蟲 對 那這個毛毛蟲記住不要太大 因為太大的話其實你講話的時候 你不一定可以把它 因為它太重 對 會太重 那這個毛毛蟲我們做好之後 你可以如果為了美顏 你可以做兩面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它夾起來 對 像這個樣子 把它夾起來好 那再把它黏起來兩面 為什麼說它的毛毛蟲不是蛇呢 因為你一定要記住 這一個毛根下面的這個鬚鬚呢 要讓它在下面當作它的腳 我知道 因為毛毛蟲它有毛毛的腳 但是蛇它是平滑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點毛毛的腳 對 沒錯 好 那做完這個腳之後呢 好 我們就要來做這個收集聲音的罐子 這要怎麼做呢 好 首先呢 你要在這個下面呢 這個杯子下面你貼滿了膠帶 把它貼滿 這樣聲音才不會從這邊弄出來 不管是紙杯塑膠杯都可以 對 都可以 好 那把它貼滿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瓶子的 肚子的地方 肚子的地方 對 你把它挖一個十字 切一個十字 切完十字之後呢 把它折進去 把它往內折 對 往內折 這樣就可以像做出剛剛讓我們毛毛蟲震動的原則 對 沒錯 來 現在這個做好之後呢 來 剛剛這邊有一個新的毛毛蟲 是 然後呢 來 記住這個毛毛蟲呢 我們要讓它 像蛇一樣的 捲起來 對 把它捲起來 長形毛毛蟲 對 那如果比較難捲的話 其實我跟小佩狗 就是呢 只指出來 然後這樣捲 捲在小指頭 對 捲在中指頭 妳是不是快把她的頭給扭斷了 這樣就好嗎 對 嗯 好 然後呢 這樣 現在咧 換 換可顏姐姐吹好了 好 試試看 那我來囉 我 我愛麗芬 欸 她沒有動耶 欸 這裡面有沒有 來 妳要貼著它 要很貼嗎 要很貼嗎 對 然後要打著 Woo 我愛麗芬 Yay 她剛剛動了一下 我笑的動了一下 我笑的動了一下 換一隻蛇好了 對 我可以體會到 為什麼安格格剛剛可以吹到 臉紅瘡氣 真的 會 妳吹 OK OK 可以嗎 而且氣很足耶 這太厲害了 我們讓安格格來示範 那可能是這隻毛毛蟲 對 做的那塊 做的妳手拿輕一點 再試一次 W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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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你好棒 好棒 我們還有一個實驗 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這個有一點點高難度 這個可能就是先做給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看一下 如果你們家有水族館的話 就是附近有水族館可以去跟他買這種水管 這個大概是3到4吋的 然後你在裡面放這種很細小的薄液熔球 那你把兩面呢 有一面把它封起來 像這邊我是用膠帶把它貼起來的 用網子或者衛生紙把它封起來 然後對著裡面 大聲講話 講話嗎 不過要 大尖叫它就會有 你會看到它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對手效果 對 我現在來試一試 好好玩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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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像滾水球 要不要來點一球一球對不對 就很像那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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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個浪裡面發光 我要玩我要玩 我要玩 我現在試試看長一點了 你真的可以 來姐姐玩 差很長喔 你的氣要很足欸 好 我踢起來就沒有什麼氣 再用力一點 要叫嗎 要這樣吹號角呢 要叫 要呼聲音要 用盡全身的力量 很難 很難 你看安哥哥的 安哥哥你不要把空水吹進去 對 不要 我要讓Libuji來試 我嗎 你來試試看 好 我來試試看 我看 等一下 等一下 要讓那些痘痘滿在那個吹氣的地方 你要讓它均勻一點 對 好 1 2 3 很難耶 超難的 為什麼 他沒有氣耶 對啊 好 這樣好不好 你可以對他講話就是 嗚 這樣講 嗚 嗚 還有一點 一點點 大聲一點 因為反而比較有 有耶 安哥哥的是比較長 比較難吹 等一下 把他戳走了 好 沒關係 我們再試這個場景 其實對它發出一些聲音呢 感覺比較就會有 你會看到他的聲音 對他產生的一個現象 我再試一次 好 等一下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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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緊張 都沒氣 因為比較長 氣要比較多 比較長 有了有了有了 你剛剛有唱的老師 老師很明顯 就中氣不足 所以只有看到前面這段而已 你可以在家裡面試試看 跟家裡面的爸爸媽媽一起比賽 看誰的中氣比較夠 你會看到整個管子都會有一圈一圈一圈的 那個深波造成的現象 會很好玩喔 所以那個就是深波 對 深波造成的現象 就是我們看一些可能就是 比較高級的儀器 你可能上面會聽到 對對對 那種錄音起來會有深波的聲線 會有高低音 對 如果小朋友你們家裡面的人 中氣非常十足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高音跟低音 它其實那個震動的波形 會其實會不一樣的 對 這還蠻有趣的一個實驗 今天利用聲音 可以變化出兩種不同的東西 就是利用家裡的紙杯子 然後下面只要黏貼膠帶 然後在肚子的地方 把它剪一個十字 然後把它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像老師剛剛做的 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東西 但記得下面一定要給它一點毛毛的腳 然後放在上面去吹它 它就會動了對不對 安哥哥幫我們示範一下 吹 如果這樣的話可以跟家裡人比賽 就看誰可以轉得最久 或轉得最快 或者是呢就是去水族館買這種 水管 然後裝上那種細小的保麗龍球 對 然後這邊是用網狀的話 然後去吹它 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聲線喔 那是還蠻有趣的 是 那我們沛老師今天也有小禮物要送給大家 那今天也是神秘小禮物對不對 對 沒錯 那今天問題是什麼呢 好今天問題非常簡單 如果你有看節目的話 你只要寫出三樣 我們今天用到的材料就可以囉 這麼簡單 對啊 今天本來裝上 真的還蠻多的 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們呢 就可以到我們的超級小英雄的粉絲頁 去回答問題 就有機會得到我們精美的小禮物囉 今天請我們沛老師也謝謝我們幫忙 謝謝 我們現在進行我們的小禮物